你想要做到一件成数 只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就可以了 第一点呢是 择小择专业 你要不要跨考 如果说你要跨考 那么你想跨到哪个专业 想选择哪个学校 这是我们在考研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很多同学的考研专业 其实和自己的本科专业 是不对口的 所以说你在准备考研之前 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是 我究竟要不要去跨专业考研 如果说要跨的话 是要跨到哪一个专业 哪一个行业里面去 再有点就是院校的选择 如果说你是想考一个 985 或者说是211的双一留院校 还是说只是简单的 普通高校就可以 在择校和专业方面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亲切的确定下来 先把目标确定好 然后才有目标 才能朝着目标的方向去努力 第二点呢就是 做好详细的复习规划 关于复习 一定要牢记住就是 复习的顺序 要先复习英语和数学 然后再复习的专业课和政治 进入这个顺序 然后还要保证 能有每天10个小时的高校复习 学长非常建议大家 把自己每天的详细的时间 规划来罗列下来 几点几分 该干什么 严格的按照规划去做 保证好一天的学习时间的分配 保证最高校的复习 第三点 我要给大家说的是 就是保持考研的心态 请各位想一想 自己身边 是否存在很多 半途而非的考研的学生 肯定是有的 而且是不在少数 那么你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吗 心态决定命运 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不管是在学习 还是在考研中 考研是一场孤独的修行 抵得住诱惑 严格自制 才能稳成杀案 最后的学长想给大家说的是 有智者终成硕士 杀案